对美食本身来说 花在餐厅装修上的心思很不值得一提 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家精普会有点不一样 这边餐厅的设计出自于国际顶尖设计师 嘉雅生前最后一座 环境有顶尖设计师的加持 这儿的美食也得到了老涛们的认证 甚至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 著名美食家沈洪飞老师也赞赏有加 因为精普会这一路的菜 我发现很难给它归类 当然你多吃几次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非常深厚的 非常扎实的粤菜 潮州菜这些的底子 然后问题是精普会很难得的是 它不停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创新 而这浓厚的粤菜底子 实际来自广东来的厨师团队 以胡大厨为主的粤菜主厨 有着二十多年的粤菜经验 还是不够均匀 调好一点 不要太丑 也不太细 炸起来就比较好 就比较均匀 对菜品细节处理都有严格的标准 所有会影响到口感的部分 胡大厨都会亲自把关 所有的把关只为了最精致的出品 无论是对传统古老肉的挑战 还是对制作工艺的重新塑造 反正在这儿你会发现 所有的菜都能看到粤菜的底子 但又会是你第一次所看到吃到的 比如这份鹅肝蟹黄拿破仑的来历 就很特别 我可以脉龙一下吗 是我提出来的 对对对 因为原来这道菜 上面放的是马哈鱼的鱼籽 但是鱼籽它有点咸 它其实跟传统的法式的鹅肝搭配 是不是很和谐 传统的跟鹅肝搭配 还是有点偏酸甜的东西 那正好这个醉蟹的这个蟹膏 它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真正爱美食的人会惺惺相惜 所有交流碰撞出的火花 都会带给食客更美好的体验 沈老师经常有过来吃饭 都对我们提出一点意见 比如这个米毒 它很喜欢吃 然后就看我怎么烧 亲眼见证一道美食的诞生 就像是见证某种神圣 又让您陶醉的仪式 比如这边新鲜米鱼鱼的做法 并不是传统粤菜中的干发 20斤的米现在是很少见到的 这样的米的话 一个就做一份 所以大厨对这份米鱼鱼的处理 更是谨慎 去除多余的油脂 再小心翼翼洗掉鱼鱼上的血脂 每一份都是单独处理的 米鱼鱼这间这方面就是加烧的 但是我基本上不做加烧 基本上做润汤比较补了 放入料酒中轻轻过水去腥 再加上高汤小火慢煨 砂锅煨完后还得用平底锅收汁 期间必须一刻不停地看着火候 最后加入炸锅的蒜 淋上少许的意大利非醋汁增色 食材的完美体现 除了原料新鲜 还要有大厨用心的烹饪 时刻方能吃出 一家餐厅的成功绝不在于它的外观 而在于那些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地方 都让你无可挑剔 无论是每一道菜出来的颜色 又或是每一个服务的小细节 菜的味道 菜品吸引了我 推荐的推荐的 前三名有内的 特别适合于朋友聚会 总继的话觉得9点9分了 给食工给他们菜 看他们菜叫 谢谢大家 今天第一次 去看看 但是大家 在 说 搭奪 不过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